还记得细胞的分裂吗? 受精卵通过细胞的分裂产生新细胞 起初,这些细胞在形态和结构方面都很相似 并且都具有分裂能力 后来,一小部分细胞保持着分裂的能力 大部分的细胞却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我们称为细胞的分化 这个视频咱就来说一下细胞的分化与组织 你看这个细胞,它产生了两种细胞 肌细胞和神经细胞 一个形状细长,一个形状不规则 除了形状不同,它们的结构也有差异 比如神经细胞具有凸起,而肌细胞没有凸起 当然了,结构不一样,功能就更不一样了 肌细胞是负责运动的 而神经细胞是传导神经冲动的 看来,由一个或一种细胞通过分裂产生的后代 在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上会发生差异性的变化 这个变化过程有个专门的名字 叫做细胞的分化 来问个问题 分化之后,细胞的余传物质变了没? 当然没有了 虽然,这分化后的两种细胞截然不同 但是,它们都来自于同一个细胞 都是由细胞分裂产生之后才分化的 所以,它们的染色体完全相同 余传物质自然也完全相同了 分化了的细胞将一直保持分化后的状态 这就产生了不同的细胞群 每个细胞群都是由形态相似 结构、功能相同的细胞联合在一起形成的 这样的细胞群就叫做组织 想及细胞群就是肌肉组织 而神经细胞群就是神经组织了 来,再来理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组织的形成是细胞分化的结果 读细胞的生物都是通过细胞分裂来增加细胞的数目 然后经过细胞的生长和分化来形成体内多种多样的细胞 这些细胞再进一步形成组织 刚才提到了肌肉组织和神经组织 还有上皮组织和结皮组织 它们被称为人体的四种基本组织 我一一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肌肉组织 不用说,当然是由肌细胞构成了 肌肉组织分为三类 骨骼肌、平滑肌和心肌 骨骼肌大多附着在骨骼上 平滑肌大多分布在胃、肠等器官里 心肌则多分布在心脏壁里 肌肉组织的收缩和舒张能够使肌体产生运动 所以肌肉组织主要是负责运动的 说了肌肉组织,咱再说说神经组织吧 它主要是由神经细胞构成的 神经组织主要分布在脑、脊髓、神经里 当你摸到烫的东西,手就会迅速地收回 这就是因为神经组织感受到了刺激 传导了神经冲动 所以神经组织在体内起着调节和控制的作用 第三种人体的组织是上皮组织 由上皮细胞构成 上皮细胞的特点是排列紧密 细胞兼质极少 有的上皮组织分布在人体的外表面 比如皮肤上皮组织就分布在人体的表面 它们具有保护的功能 有的上皮组织分布在各器官的内外表面 它们还能构成线体 比如小肠线上皮组织 它们分布在小肠的内壁 可以分泌消化液 它们就具有分泌的功能 最后咱们再来说说节地组织 节地组织的细胞间细大 细胞间织多 人体的血液 淋巴 脂肪 骨 软骨 肌腱等 都是节地组织 不同的节地组织有着不同的功能 这是疏松节地组织 也叫蜂窝组织 它是最典型的节地组织 疏松节地组织里的巨式细胞 可以消灭侵入人体的细菌 消除体内衰老损伤的细胞 起到保护人体的作用 而输松节地组织里的成纤维细胞 可以合成蛋白质 起到连接的作用 此外 血液可以输送人体的营养 骨组织起到支撑的作用 所以节地组织具有保护 连接 营养和支撑的功能 好了 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 咱们说了细胞的分化与组织 所谓分化 就是在个体发育过程中 一个或一种细胞 通过分裂产生的后代 在形态 结构 和生理功能上 发生差异性的变化 这个过程叫做细胞分化 细胞分化产生了不同的细胞群 每个细胞群都是由形态相似 结构 功能相同的细胞 联合在一起形成的 这样的细胞群叫做组织 它们的关系是 多细胞生物通过细胞分裂 来增加细胞的数目 然后经过细胞的生长和分化 来形成体内多种多样的细胞 这些细胞再进一步形成组织 人体主要有四种基本组织 分别是肌肉组织 神经组织 上皮组织和节地组织 它们的组成分布和功能各不相同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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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